Alhamdulillah, Alhamdulillahi Rabbil Alameen Wa salatu wa salamu ala rasulillah wa ala alihi wa sahabihi wa man wala wa ba'd Fa salamu alaykum wa rahmatullahi wa barakatuh 我现在赞美Allahu subhanahu wa ta'ala 同时我们请求Allahu subhanahu wa ta'ala 祝福祝安我们的使者 Muhammad sallallahu alayhi wa sallam 愿祝福安之 及其他的家眷和所有的门弟子 所有真正跟随他们的穆斯林们 各位穆斯林兄弟姐妹们 我们在第三课当中和大家学习的是 Haswa islam Islam的特征 Islam的特色 它不同于其他的宗教 其他的一些信仰的一些特征 那么我们在这一课呢 继续和大家一起学习 他的以下的特征 那么我们前一课呢 学习了前五个特征 现在呢 学习第六个特征 Islam认为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 婚姻是家庭的基础 因此Islam鼓励结婚 为此提供了 种种的便利 通过教育和礼法 消除经济方面的障碍 反对使红阴变得困难的 恶缝露习 如高恶的瓶颈 扑权浪费 征服逼阔等 阿拉所不喜悦的 所努腦的事 引用合法的途径 来堵住 非法的途径 如暴露的遗嘱 挑度的言辞 黄色小说和饮食等等 特别是现在已走进千家万户 人们耳濡目染的媒体中的 中中的色情和隐晦的一些视频 那么夫妻关系的基础是 彼此的依恋喜爱和怜悯 以及相互的权利 义务和善待 当夫妻关系完全破裂 无法调节时 或者无法调和时 允许离婚 犹如药物治疗 无效时不得不动手术一样 那么父母必须使 子女的物质 情感和精神得到充分的满足 作为子女 也必须孝敬和善待父母 社会必须照顾 父女儿童 特别是骨儿和无人收养的孩子 伊斯兰扩大了家庭的范围 伊斯兰扩大了家庭的范围 使其包括直系亲属和旁系亲属 直系亲属是主命 而端交是大罪 而端交是大罪 那么这是第六个特征 格尔达尔博士或者格尔达尔博士提到第七个特征 格尔达尔博士继续在他的我们信仰的伊斯兰医书当中描述 第七个特征 伊斯兰不同于其他宗教的第七个特征 那就是伊斯兰重视教育 一如重视法律 甚至更为重视 因为紧紧的凭法律不能除造社会 除造社会不禁要靠不断的教育 深刻的指导 一切复兴与改革的前提是 建设一个有思想 有良知 有信仰 有理想 有道德的个人 有了优秀的个人才会有优秀的社会 有了优秀的个人才会有优秀的社会 因此 必须从最大程度的重视教育机构 从幼儿园到大学 让学生学习信仰和知识 道德和机能 伊斯兰教育的最主要的标志是 正确的信仰 人主独一 先信后事 品行端正 说话诚实 兢兢业业 守心忠诺 宣扬真理 反对虚假 忠于伊斯兰 因生命和财产为主到奋斗 因手 口舌和心灵 来支持人们作恶 反对不义强权 格尔达威博士提到的第八个特征 伊斯兰将社会建立在兄弟有情的纽带之上 在穆斯林社会中 也是一个 阿哈曼的身寻实录中记载 那么人们之间所发生的分歧是阿拉的抑郁 尤其这里 阿拉将在复生日进行最后的判决 穆斯林尊重非穆斯林 同样穆斯林也尊重非穆斯林 认为他们是阿拉在大地上的被造物 只要他们没有褶毒伊斯兰 没有对穆斯林造成伤害和侵犯 就应当对他们进行保护 捍卫善待 因为公正的对待他人是一种善行和义务 伊斯兰维护非穆斯林的信仰自由 保护他们的生命 荣誉和财产 就像保护穆斯林一样 保护他们免遭内部的压迫和外部的侵略 让他们享有和穆斯林一样的尊严和权利 并承担一定的责任 除了一些与宗教有关的特殊的义务 那么高尔达威博士所提到的第九个特征 那就是伊斯兰不承认占卜 给汉占卜算卦是伊斯兰所不承认的 在伊斯兰中不存在教师阶层来垄断宗教 控制人心 把守阿拉的大门 发布神杀余夺的命令 或发授数字一拳 在伊斯兰中所有的人都是宗教人士 人与阿拉之间不需要中介 阿拉对人类来说比动脉还接近 宗教学者只是专业领域的专家 和其他学者一样 起着失忆解活的作用 亲口伟大的阿拉在古兰大陆说 没有任何人像车职的 阿拉那样告诉你的 古兰第三十五章第十四节 同样阿拉在古兰大陆说 如果你们不知道 但询问有知识的人 古兰第十六章第四十三节 那么每个穆斯林都有可能通过学习 成为宗教学者 而不是通过遗传 称号或者服侍 在这一方面 绝没有任何的垄断和限制 阿拉大陆博士所提及的第十个特征 那就是 伊斯兰肯定 在正义事业中必须服从领导 如果命令罪恶 则不得服从 正如阿拉的使者愿助复安之 在圣询当中告诫我们那样 说 在抗卫创造主方面 不得顺从被造物 所以对违规者应该进行忠告 伊斯兰制度并非像西方人 在中世纪所认识的宗教制度一样 它建立在缔约 学商和公正的基础之上 以天旗的法律为中载 古兰是天旗的法律 伊斯兰的制度 德斯兜是古兰 古兰经 它是 曹瓦 曹瓦 启示给 穆罕瓦 圆著复安之的法律 是天旗的 因此 领导不一定是宗教人士 而是所有 既有能力 又忠实可靠的人 是那些古兰所描述的领导人 要的第十一个特征 那就是 伊斯兰保护财产 认为财产是人们的生活支柱 没有财产 既无法建设现实 也无法发展教门 财产是应该感谢的恩典 也是应该守好的心托 同时也是对人类的一种考验 因此必须取之有道 云之有道 履行财产的义务 不得浪费 也不得吝啬 特别是公共财产 在伊斯兰中 享有十分深圣的地位 那么伊斯兰尊重石油财产 并制定了各种措施 如古尔的财产 反制被剥夺 通过理法和劝谏 引导其服务于大众利益 同时尽可能地发展经济 利用其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 形成独特的经济体系 生产工业领域所需要的产品 以实现自足 不能依靠别人 特别是在生活必需品方面 伊斯兰认为为现实而努力和奋斗 是教门的组成部分 建设大地是公修 发展社会是主命 增强民族的争集势力 使为主导奋斗 努力实现经济自足 是最优越的君主的公修 因此 伊斯兰通过各种方式 推动社会 让每个穆斯林 发挥出资深的潜力 从而实现社会的繁荣和长盛 Alhamdulillah 下一节课我们继续和大家学习